一字一方圆 一字一方圆 一手一刀船 往朝三百年 十川万遍 一字一方圆 一举一座山 中华的千年 文明呆呆穿 一举一座山 中华的千年 文明呆呆穿 一举一座山 一举一座山 草草三百片 施转五万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晚人又下酒菜了 年轻人出外喝酒啊 老人家 老人家多日来给您添麻烦了 不用客套 读书辛苦快来歇会儿吧 老伯您对我如此的关照 多谢您了 年轻人 这叫缘分 来 快喝酒 和您这样有学问的人喝酒 是我老汉的福分 求之不得呀 来 像你们胸怀大志的读书人可都是要干大事的 老伯 老伯有件事我一直瞒着您没有说 看你心事重重的 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 惭愧呀 其实我是个落地的书生 一年借儿历 却碌碌无为 虚度生命 悔悔生我养你的爹脸 我真是个不孝的儿啊 现如今有何脸脸去见那些对我寄予众望的父老乡亲呢 如此路透 还是归隐山林 恐惧我要平淡地聊此一生 年轻人遇见这么点事就消沉了 老人家 您别安慰我了 孩子 世上哪有那么多可心的事啊 人活着不顺心的事多着呢 还是多喝点酒吧 酒可是好东西 能帮你忘掉忧愁 老伯 这终生从何而来呀 这终生是从一里外的寒山寺传来的 哦 寒山寺 听起来满是凄凉之意呀 听人说这寒山寺 听人说这寒山寺从前有两个和尚其中一个叫寒山 所以大家就管这寺叫寒山寺 这寒山寺 石得 这寒山寺里还有一个和尚叫石德 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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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德就是捡来的意思啊 有人说 这个叫石德的 是一位出门画员的老和尚 在路边捡到的婴儿 出于这种原因才给他起了这么个特殊的名字 哦 一个没有家的孩子 怪可疑 我后来这个苦命的孩子石德 苦修佛法 忠诚正果 不仅成了个有名的和尚 而且还使寒山寺 成了四海皆知的名寺啊 年轻人 振作点 我老朽虽然不识几个大字 但是有智者 世敬成 这个千古不变的道理 我还是明白的呀 话又说回来了 其实考上也好 考不上也好 只要有志气 有毅力 坚持做下去 读书人啊 我相信你 是会成功的 是啊 我张继 怎能遇到这么点挫折 就停止不前来 那句 窃而舍之 朽目不折 窃而不舍 金石可露的果去 再想念 我都不舍之 是 我都不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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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落 若无提霜满天 江峰与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道客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